哈喽哈喽,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羊 欢迎大家 那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大的福利和好消息 一个呢是有一个活动 还一个呢就是今天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抽奖 等会我们在课堂当中呢 再慢慢的给大家抽奖 再给大家介绍这些好不好 带着两个带着两个好消息 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晚上的直播 晚上好,晚上好 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鉴赏 第一个是鉴赏 只有我们先只有会鉴赏 会欣赏话,会看话 知道什么是好话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会知道往后我应该怎么样去修改 或者是我的这些作品应该怎么样去改进 才能自己找得到自己的问题 往后呢就会有一个进步的方向和目标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先要学会的呢 就是这个鉴赏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鉴赏 欣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网上呢充斥着很多的那种所谓的这种江湖的画拍呀 或者是一些噱头啊 或者一些直接用拖把呀 直接就是倒水呀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很奇怪的这种东西去画 然后呢可能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所以今天呢也是要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在国画入门当中到底要学会哪一些 而且呢大家也看一看自己呢 在之前的学习当中有没有去注重 着重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关于国画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好的,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 所以今天呢会进行两个 第一个呢是教大家怎么样去鉴赏一幅画 看一幅画 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点评一下作业 因为这两天的作业呢 我把大家的作业都收集起来了 通过前面的学习 然后呢再融合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作业当中去实践出来 然后反复的去进行一些印证 就是我学的这些知识 到底是不是能够运用到这些作品当中 或者是我学了这些东西之后 看到作品当中 我就一下子能看出来 到底有哪一些问题 相互的去进行印证 把作品与作品之间 然后知识与知识之间 好不好 今天呢还带着两个好消息来的 第一个呢到时候呢 等会儿会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的会有一个举办一个活动 然后第二个呢 咱们今天这节课会进行一个抽奖 开不开心 这个鉴赏课也是之前有很多同学 一直是让我来上的 因为国画在审美这一块 很多人呢可能一看 只要看到颜色漂亮 或者是一些色彩对比比较冲突比较大 可能就觉得或者是尺幅比较大 所以对这些话呢就没有一个判断 不知道具体去怎么样去分出好和坏来 所以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区分不出来 好 那我们首先呢开始进入到咱们的第一个 就是鉴赏 鉴赏呢我们要看的要看的第一个部分 或者要学的第一部分 就是对水分的控制 这个在 在经常在课堂当中 我是不是经常提到 不管是咱们的什么课堂 第一个我们要控制的呢 就是水分 国画完的是什么 国画画的是什么 用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水去调和颜料 通过水去调和颜色 通过水去调和墨汁 对不对 所以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 在咱们画国画当中 那我们看一下 具体怎么样去控制水分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水分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同学 在画弹幕的时候 控制不好水分 或者是需要调很淡的颜色的时候 是不是控制不好水分 经常容易扩散开 反而有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扩散开 什么是水分的控制呢 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 刚好是你要控制的那个度 有时候水分要多 有时候水分要少 并不一定说水分少就是好的 并不一定是这样 它什么样的情况下 用什么样的水分 用对了才是好的 你水分多的情况下 你用少了 那就不对 那也不好 你水分少的情况下 你要用多了 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要去控制住它 控制的具体的技法呢 这个是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有去教 有去教大家 这里呢 我是在教大家 怎么样去建设 或者怎么样去看一幅画 首先我们看一下 对水分的控制 非常非常有名的 齐白石的作品 我们通过这些大师的作品 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水墨 什么样的控制力度 什么样的表达 才是好的 看一下 这是齐白石先生的虾 我们感受一下 它对水墨的控制 首先这个虾 是不是看上去 它显得非常的透 有没有在这个虾上 在这个虾尾上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看到那些虾 有一些虾是非常透的 你把它放到手上 它可能透着后面的颜色 觉得透的话 大家可以敲一个E 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清透 这个是不是通过 枯墨或者是干墨 画出来的呢 枯和干肯定就不行 那这个时候就要需要什么 就需要水墨淋漓 水分多的效果 是不是 那并不一定说 非得要干的效果 这种虾感觉就是 非常的透 非常的鲜 有这种活力 然后呢 每一个虾片 大家再看得细致一点 再看得细一点 每一个虾片 在虾的这个尾部 一节一节上面 是不是还有浓淡深浅的变化 能不能感受得到 浓淡深浅的变化 对 这个是在深圈上画的 它这种水墨浑染的效果 就是深圈的效果 你如果用的是 半生熟和熟宣制 画不出这种效果来 因为深圈它的 吸水 吸墨能力特别强 有一些水墨的效果 非得用它 每一笔 是不是还有一点点 深浅的变化 可能这个边缘上 是不是深一些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在自己画虾的时候 或者是在画的时候 看一看 我们一笔下去 有没有深浅的变化 这个深浅的变化 请问大家 深浅的变化大吗 单独就分析这个下位 边缘的这个框深一些 里面的这个浅一些 深浅的变化大不大 是不是它深浅的变化 很微妙 只是深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也要注意 经常有同学在画蓝花花瓣的时候 深浅的对比太大了 在画某一些东西的时候 深浅的对比 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这个就考验 我们对什么的掌控 对墨色深浅浓淡的掌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一笔要画出深浅变化来 就是你的笔肚子和笔尖 占的墨汁 或者是墨色 它是微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不是很不一样 是微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这两个细微的控制 就绝了 就厉害了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精进 需要去考虑 而且这些也是可以细品的地方 大家能懂吗 刻上会教这些水墨的控制的 会教这种细微的水墨的控制 以及对水分的控制 怎么样一笔画出深浅变化的笔触感来 所以这些画呢 你既可以远看 你看远看活灵活仙的意志下 是不是 还能你放大 还能看细节 细节也很有水墨的趣味和变化 就这些掌控能力 都是非常细微的 区别大 很容易 很容易画出来 很浅的和很深的 我笔尖很深 笔肚子很浅 这个容易 我笔肚子站浅一点 笔尖就蹭一点深的 一下子就能表现出来 但是你的深浅要这么细微 深一点点 这种就难了 这是他讲究的地方 这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去学的地方 去尝试 去品味的地方 这个画就是可以远观 也可以进上 所以大家就是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的变化 和水墨的控制 然后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它在水分比较多的前提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水分比较多 大家先尝试着去感受 去理解 然后具体的这些原理呢 是包含在咱们的课程的知识里面的 所以今天就主要是 跟大家去来分析它 为什么画的好分析的这些 对不对 既有笔触感 也有晕开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对水墨的掌控了 所以这是画的这种好的 掌握的好的地方 这是我们去鉴赏的地方 就是不单单是要有大的形 或者是大的这种疏密对比 节奏感 还要有小的墨色的变化 趣味的这种体现 以及大小的区分 这个大小的区分 这些都是大面积的 刚才讲的就是细微的 这种怎么样也有轮廓 然后旁边又有水 晕开的这种感觉 好 这是我们对水分的掌控 你看 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水 它并不一定说是 必须得干 显得非常的透 非常的鲜 活了一样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吴作人的 也是大师的作品 看一看它的金鱼 也是对水墨 对水分的掌控 对水分的掌控 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尾巴很透 对吧 中间的这些线条 中间这些线条 你看中间这笔触感 也画出来了 笔触感 就是通过纸 就是水 升旋纸上 它的水分会微微的扩散 不像半生书和熟旋纸 它水分是不扩散的 升旋纸上 它水分是微微的扩散 扩散的时候 你再下另外一笔 那么这 第二笔的墨色 不会画在第一笔的水分上 或者是它进去的会少一些 这样就会形成这样的一道一道的笔痕 这个也跟纸的材质有一些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我们要表现这种东西的话 它的技法 它是会有综合的体现的 是不是感觉这个鲸鱼的尾巴 是不是也是透的 甚至包括感觉身体都是透的 这个浸染 这个水分多 跟刚才的水分多 又微微的不一样 这个清透一些 在尾巴上来说 我们再接着看 同样还是这个鲸鱼 看看它的韵笔都很清晰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不但有润还有干 你看一下它这个尾巴 这一块是不是扫出了这种非白的效果 就是一笔当中有润的有干的 这也是一个细节 就是一笔能画出来既有湿的又有干的 是不是很奇妙 对吧 是不是很棒 你想想你这一笔带出来 是不是就能细细的品味了 这一笔画的好 这一笔画的妙 你要纯化出水分来 那可以 纯化出干的效果 那也容易 怎么样又有水分 又有干 这个就是咱们要去研究 要去学 要去品味的东西就在这 所以这个就通过这些 来看这一幅画 它的笔墨趣味 所以我们讲的笔墨的趣味 有没有意思 是不是都很透 感觉透着下面的水一样 对 大师的这种线条也是很流畅 很简要的 很概括的 它是进行 对画面当中进行了一些提炼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楼师白老先生的鸭子 是不是很可爱 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爱的同时 还有一种什么感觉 毛茸茸的 能不能感觉到毛茸茸的质感 就身上是有绒毛的 是不是刚才讲的三种水多的情况 或者三种水分的控制都不一样 对吧 水多是水多 怎么样表达不同的效果 水少是水少 怎么样表现不同的水少 枯比的效果 湿的和枯的又怎么样去结合 这一些细节 这一些冲突 这一些味道表现出来 这样的话就耐看 所以大师为什么能称之为大师 就是他把这些微妙处都运用的很好 然后非常贴近于现实 是不是生活中的这种小鸭子 就是要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是不是才好看 才显得这种小鸭子的这种感觉 就是放在手心里 非常非常的柔软 对这种就是好画 从这些方面去看 不是说 有同学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下 不是说像不像 或者不是说颜色重不重 浅不浅 这些是基本 是基础 再往生了 你还要继续去看 他的这种对生物 对各种动物 他的这种生态的描写 他这种感觉的描写 生命力的描写 刚才的虾感觉很有活力 是不是 刚才的鱼呢 感觉他的尾巴很轻柔很透 现在的鸭子呢 感觉他怎么样 毛茸茸的 是不是每一个物体都给你不同的感受 而且很憨厚很敦实 你看这个小鸭子 这几只小鸭子 他的每一个的姿态都不一样 首先是姿态不一样 第二个 他体态肯定就不一样了 你的角度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互动 你看这些鸭子往哪里看 往这个食物这看 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地方 在画面当中要变化 要有变化 变化就是节奏 可能很多同学画某一个物体 比如说画蝴蝶画鸭子 只会一个角度的 或者是只会左边的和右边的两个角度 那样画出来 就会觉得这个画面没有那么的灵活 没有那么的生动 你看他这个每一个鸭子 每一只鸭子的姿态 每一只鸭子的角度都不一样 而且鸭子与小鸭子与小鸭子之间 它还有深浅的不同 有些鸭子颜色深一些 有一些浅一些 有没有 然后还有疏密的不同 有一块地方 鸭子多一些 有些地方少一些 对 大师用的笔墨都是非常珍惜的 不是说要画很多的笔墨 要画很多的颜色 要通过很多笔来表达 不一定 能用较少的笔触感 能概括出来 精练 精道的概括出来 这也是趣味当中的一部分 好 这是几张 然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我们讲的最多的 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齐白石的虾 齐白石先生的虾 徐悲鸿的马 黎可染的牛 黄皱的驴 娄诗白的小鸭子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很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这些大家并不只是说 单单的是这个题材 他们题材还是非常多的 画过很多 甚至是还画过素描 油画都会有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这些大师的风采 而且他们有一些 把西方绘画和东方的这种绘画 它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这些就是对水分的掌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线条的掌控 这个就是我们国画的基本功 我们就要这样去感受去体验 这样才是好的作品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点评大家 或者是跟大家在作品当中 做对比的时候 大家就好好的感受一下 自己还可以朝哪一个方向去画 或者是去学习 怎么样才是一副好的作品 这样大家就心里有底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线条的掌控 仅仅只是水分不够 还要有线条 有很多大师是以线条入画的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最近在网上是不是看到了很多 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 对吧 这种 这种残核 可能之前 我看到网上呢 有很多的评论就是说 之前觉得这种画不好看 这画的是啥 对吧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心条 然后直到有一天在生活当中 无意中拍到了一张照片 请看 这是残核 哎 吴冠中先生的 是的 看一下 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拍的照片 再看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 好 这是照片 这是现实生活的照片 然后再看一下 大师的作品 大师的作品 看一看 是不是很精道的概念呢 对吧 当时不懂 是吧 当时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觉得这我也可以啊 是不是 就我画我也行 甚至是不用右手都行 对吧 就是几根线条嘛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一个线条啊 画几笔啊 这不就成了吗 吴冠中先生的这种用笔用墨 包括用颜色 都是非常大胆的 是不是感觉就很很容易一样 其实它里面 进行了很多的概括 在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 去进行了概括 然后进行了处理 你不能完全画的这样 你看这边好多的线条 全部都重叠在一起 肯定要去进行一些处理 但是表达的氛围 让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确实是这个残河的这种情感氛围 甚至是比现在我们看照片的这种感情 要浓烈一些 更有这种残河 更有这种肖色之感 更有这种深秋的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就像评论当中是不见风吹荷叶的这种感觉 有一种孤高而又谦和 错落有致 就感觉这种秋韵感 是不是有非常感觉这种苍净的线条 当然是不是就很能感受得出来了 现在 其实你感觉这种作品 其实比那些照片更能表现情感一些 因为作品它是对照片 对现实生活当中去提取了 把这种感情 把这种构图提取出来了 所以它的情感表达会更加的浓烈和直接 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受周遭环境的影响等等 或者是视觉的这种影响 它可能表现的情感 还没有这么强烈 就像这种生命的禁锢 在等待 等待冬天 它不是说让你 它是让你感受到这种残河 这种深秋的感觉 秋天也有很多 你像有秋高气爽 像今天长沙的天气 我就有感觉到 真的是秋高气爽 适合于秋游 有太阳很大 但是它又不热 然后小微风一吹 又非常的凉快 这个秋天的感觉 和这种深秋 这种孤寂感 快要入冬的这种感觉 它又是不一样 所以每一种感觉 每一种情感的表达 它都是不一样的 销色之感 这是线条 我们接着再看 再看一些线条 这是无道子的 宋子天王图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线条 这只是单纯 现在讲的就是 国画当中线条的艺术 刚才是线条的这种力量感 现在有线条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线中间是不是有疏密的变化 看一看头发 头发的这个线条 头发的线条 是不是非常的密集 而且显得很柔软 它跟手上的这种肌肉 包括它的这种衣服 包括它这种武器 它的线条都是不一样的 等于是通过线条的粗细 通过线条的疏密 表达物体不同的质感 这个就是白描 就是单纯用线条 去表现各个画面 用线条去表现所有的物体 这种就是白描 看一下它们的用线 有硬朗的 有柔和的 胡子的这一些 是不是就柔和些 对这个是颂字天王图 是无道字的 对这个就是白描 这个是关于一些 宗教的一些 道教和佛教的 这个鬼是不是在吐舌头 这里面还开创了一种蓝叶描法 有各种描法 我们经常讲18描 对吧 有不同的描法 去表现不同的质感 你看这种沙沙的质感 这个应该是春擦了一点点 这个黑色的沙质 对一根线条有非常多的变化 古人总结出了18种 18种不同的描法 一文有一文的 家具有家具的 胡须有胡须的 不闻有不闻 各种不同质感的物体 有不同的描法 像这种怪兽啊 武器啊 这些都有不同 用线来表现人物的这种性格 衣服的形态呀 对每一根线都是很有要求的 还有它的这个87神仙卷 我们看一下 也是纯白描 纯线描的 这是单独的 单纯的这个白描 我们在学公笔呢 白描就是基础 练线条呢 对写意也是有好处的 很严谨 就是古人做画 我们做画呢 也要严谨一些 不要就是很浮躁 在画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尽心 经常我会跟大家讲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沿一沿墨 甚至用沿的墨画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风尘仆仆的回来 是吧 一回来就做着画画的话 可能还带着外面的这种气息 或者你的内心还不够平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沿一沿墨 准备一下笔墨直验 然后静坐下来再开始画 这种心境画的又不一样 对线条的感觉 对笔墨的感觉 对这种画作的感觉 又是不一样的 心都静下来了 白描是不是先用铅笔画 如果你是入门的话 入门的话 你可以稍微用铅笔 框一个大致的轮廓也行 到后面你画熟练 到哪个位置 这些就可以不用铅笔了 你自然就 手到了那个位置就知道 你看有人物 下面还有这种荷花 有这种云 有栏杆 画的非常的细致 栏杆上面的什么纹路 雕的这些花都画出来了 身上的这些装饰品 衣纹 你看衣纹 这么长的线条 一气呵成 可能有同学画不了这么长 还会有接线的方式 接线的技巧 就是怎么通过两次或者三次 把这根线条画得 就是像一根线条一样 这个就需要我们到时候去 练一练接线的方式和技巧 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 有一些并不是说 它一笔画下来的 它中间可能断了 休息了一下 或者是没有画这么长 我再把另外一根线接上来 往下接 是不是很震撼 这一幅的尺寸是吧 在这 30厘米高 292厘米长 用的是捐 这是我们对线条的掌控 就我们在国画当中 要去考虑 要去思考 要去讲究这一些 水分的掌控 线条的掌控 这样呢 我们才会有了一个基础 有了一个基本功 然后呢 包括干湿的掌控 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方向 我们要去欣赏的方向 我们先从这两个方向 今天先从水分的控制 和线条的控制 来带着大家一起进入 怎么样去欣赏 其实欣赏的话 还有很多 比如说章法布局 就是章法 我们在国画当中讲章法 可能西方绘画当中的 讲布局 是吧 叫构图 只不过是名称不一样 然后怎么样去画出 有神韵的绘画 怎么样让读者 有想象的空间 这个就比今天的这个呢 可能会要难度要大一些 一定是要先了解这一个 然后再慢慢的往后了解 这样才会理解 要不然后面会越听越懵 感受不到有时候 接着我们再来几个 来几个 接着呢 就是讲一些创作 我们学会绘画 我们学画画 目的呢 就是为了创作出 我们想要的画面 对不对 为了创作出 或者是表达出 我们的情感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感 寄托于画面当中 不管是美也好 你想表现出这种美 美的这种东西也好 或者你是想表现出 你某种情感 或者是梅花的傲雪而开 来隐喻某一些东西 那我们接着就看一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清明上河图 北宋的张泽端 看一下这幅清明上河图 我们稍微的从左至右 这样能看得清吗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从左至右 你看很多的细节 每一个人各种店铺 从左至右 他画里面呢 有几百个人 有农民啊 商人啊 有医生 有算卦的 有僧人 有官员 儿童 船夫等等 每一个人都穿着不同的衣服 有不同的动作和表情 还有几十头驴啊 牛啊 马啊等等 就是姿态各种各样 这边有拉货的 是吧 这边有挑货的 挑着卖的 有吆喝的 你看还有这种僧人 可能在聊天 有骑着高头大马的 有坐轿子的 是不是 适用这种写实的手法 而且走在这个街上 感觉非常的热闹 他不是说一层楼 看一下 街道的两旁 他是不是有三四层 不是这种一层的 也是有这种楼房的形式 描写了当时的这种生活场景 看得足足有五米长 描写了北宋的都城 开封的这种繁荣的景象 不过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下面 也藏着比较危险的信号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看一看这些城楼城墙上 这个就是城楼城门城墙上 上面下面 大家会发现 他没有士兵 没有守兵 没有守卫的把守 包括呢 就是一些忘火楼上 没有消防员 他就是前火兵 这个就是表现什么呢 就反映当时的这种 军事力量和防范意识很薄弱 当者端呢 他非常的热爱 他的国家 很怕失去他 所以呢 他用这一幅画 来劝谐宋威中 宋威中 就意思就是说 要加强对军事的这些重视和管理 其实这种画不仅仅是画 对吧 那他在画当中 他还隐含着这一种深层次的情感 他是通过写实的手法呢 反映了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和生活 各种人的生活 各类人的生活 还有呢 他对祖国 对国家的深深的热爱 所以他都包含在这一幅画当中了 还有这种船 各行各业都有 有人装货 有人卸货 车水马龙 非常的热闹 而且画得很细致 细致入微 线条是很有劲道的 大家看一下 这些线条 很有力量感的线条 由粗到细 乘一个怎么样 乘一个C型 熟悉不熟悉 我们上课讲到的什么 讲到的 梅枝 或者是小竹枝 是不是要什么 由粗到细 乘一个什么 乘一个C型 是不是才显得有力量感 有力道感一些 宋朝时期呢 各种文化艺术呢 都已经达到了巅峰 非常的繁荣 所以我们经常讲到 宋朝呢 就可能会想到花鸟 对吧 工笔的这种花鸟 各类艺术都是非常非常繁荣的 以往呢 这些历代的画家 历代的画家 都是去表现一些 很少会去画平民百姓 你看这一幅画 他就画了很多的 各行各业的人 不单单是达官贵人 之前很多的都是宫廷画师 为皇室 为宫廷去服务的 画的都是达官贵人 宫里的一些景象 你看这一幅画 这一张就是生活百态 还有吆喝的 这个是在喊什么 再喊让他让他靠过来一点点 这一艘小船 在指挥 这边可能在要什么货物 这里可能是这个桥太高了 对 这个桥呢太高了 他们怎么呢 把这个杆子要放下来 你看这边 都在操作 这边在顶着这个桥 这边看的看 看高度的看高度 拉的在拉 非常生活的场景 这个呢就是清明上河图 是一幅风俗的长卷 就藏着北宋 这种丰富多彩的这种生活 是不是画的很细日 要多观察生活 多感受生活 那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 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幅画 我们画的时候 要认真的去对待它 把每一幅画呢 都当成一幅作品 由城里呢 画到了郊区 画到了郊外 这个是表现 对隐含着 是对国家的 对祖国 对生活的热爱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这一幅 这一幅呢 是李迪的风雨归木图 风雨归木图 就是在放木的时候 然后呢 突然来了一阵狂风暴雨 那狂风暴雨呢 就马上回家 赶紧回家 这个呢 它表现的呢 就是木桶赶牛回家时的场景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木桶呢 是不是用手 去按着这个帽子 然后呢 夹着这个鞭子 感觉这个风很大 吹的它 就是必须得手扶着帽子 然后呢 把身体拱下来了 这样的话才不会 受风的面积 不会太大 就风小一些 然后这边 这个小朋友就可怜了 他的帽子被吹 翻在地上了 然后呢 他想去捡 可能想去捡这个帽子 这个斗笠 想去捡呢 完了这个牛还在往前走 他就在这里犹豫 对不对 他就爬到牛的后面了 他可能本来是坐在这个牛的前面的 然后帽子突然被狂风吹掉了 牛还在不停地往前面跑 往前面走 然后他就 怎么办 心里很着急呀 我到底要不要跳下去 去捡我的帽子呢 而且感觉呢 你看这也是一头大一点 左边这头牛好像大一点 然后这头呢 是一头小牛 这头牛呢 好像在叫他 叫他快点走 赶紧走 要下大雨了 还不赶紧跑 正好呢 又表现了这个小朋友 焦急的这种情况 这一幅呢 就是木桶赶着牛 归家时的场景 然后看一下这种树叶 被狂风吹的都朝一个方向 充满了动态感和童趣 让人就是一下子呢 可能就陷入到了 美好的这种童年的时光 李迪呢 他也是在宋朝 他是文化呢 也是非常的繁盛 他这一幅呢 就反映了这种民间的风俗 乡间的野趣 就表达了他对这种生活的热爱 和对之前的一些回忆 所以我们在创作 在画的这些作品当中 要融入自己的情感 这样才是好的作品 或者是通过作品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你看这一幅 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 或者是对之前的这些 童年生活的一些回忆 或者是对现在生活的一种热爱 有一种这种童趣感 前面呢 他还隐藏着 前面的那一幅呢 亲民生活图 还隐藏着一些对国家的担忧和热爱 你看是不是有大的情怀 也有小的这种 这种喜爱 喜乐之感 所以我们在后面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在学习创作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是说技法 技法要不要 技法要 技法是最基础的 是刚开始需要反复的练习和学习的 那肯定是要的 技法加章法 章法是什么呢 就是布局 结构和布局 看一下 这两头牛 它是左右对半分的 一左一右 按照这种方式的构图 其实在绘画当中是不太好的 对吧 一左一右 那不太平均了吗 可能会显得深意 但是呢 看一下这两头牛 它们的姿态 它是不一样的 深意吗 它不深意 为什么 因为它们之间有互动 一进一动 一个回头 一个往前走 一个往前 一个往后 它就会去抵消这种左右构图的这种生硬感 因为它有互动 相互有呼应 这是在我们后面要学的这种章法布局当中很重要的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不单单要有技法 技法是最基本的 你看 每一个技法都有 牛画得很憨实 憨厚 你看身上的牛毛 看一看 大家刚刚我没有放大 大家可能觉得 还可能没有什么细节 我放大来看一看 牛的结构 牛身上的毛 牛的脚的质感和毛的质感 脚是硬的 毛是软的 哪里有不同的质感都表现出来 这就是细节 这是技法 技法还加上刚刚的整个的章法 构图这种章法布局 然后还要加上什么 还要加上你的情感表达 这样才是一副完整的创作的作品 才是一副好的创作的作品 好 以上就是我们对如何去欣赏一幅画 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心里可能就有了一个底 通过这三个方式的去叠加 不单单是技法 还有章法 还有表达的情感 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大家的作品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看的这一些 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在画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需要 就是讲究 或者是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里就是这两天收集了大家的一些作品 那接下来在看作品的同时 我也会把一些咱们系统班级 VIP班级当中的作品 也给大家放出来 跟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讨论 或者是对比 以及往后你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或者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 这样就明确一些 好不好 接下来就看大家的作业 准备好的同学可以敲一个1 好 CN在不在直播间 在直播间的话敲一个2 准备好的同学敲一个1 接下来我点到名的同学 就正好是有作业 那么如果在课堂的话 就敲一个2 在直播间的话就敲一个2 这一张 CN的这张 左下角的这个兰花是不是很顺畅 对 这一种粗细变化已经练得很顺滑 很顺畅了 非常棒 很漂亮 就是这样练的 那样我们的方法就掌握了 然后在这些粗细变化的线条当中 也掌握得很好 还可以拉长一点 单个的粗细变化 现在要注意的呢 就是要放开了画 要放开了画 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因为咱们这个是前期的零基础入门 是吧 零基础入门的话 要用深圈纸 因为这个用的不是深圈纸 你看一点都没有沁染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刚才的 这些效果 这个深圈纸 有没有沁染 这是笔痕 笔痕是不是扩散出去了 有水痕 这种就是沁染的效果 为什么要前期要用深圈纸呢 因为深圈纸能很好地锻炼我们的控水的能力 如果你用熟圈纸呢 就锻炼不到这个控水的能力 你现在锻炼的是一个什么能力呢 是一个对力度的掌控 和对运笔速度的掌控 没有锻炼到的能力是什么呢 控水的能力没有掌握 但是这个控水又是国画最基本的能力 是不是 所以先得用深圈纸 不着急 等深圈纸到了之后 再去画 再来画 滴滴的 第二颗的作业 非常棒 看这个纸用的就是深圈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微微的有扩散 有沁开的这种效果 所以是不是深圈纸 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 有这种扩散的效果 这种呢就锻炼到了我们的控水 那如果能出现这种 很漂亮的 有粗细变化的线条 那我们的控水这一方面也掌控了 包括对速度快慢也掌握了 就这两个方向都掌握了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两个你都掌握了 而且你掌握的也全面一些 而如果是CN这位同学的 那可能你在速度和控水方面 你有可能就会忽略 或者是没有掌握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接着我们看 这一幅 这一幅是谁的 在课堂的话 敲一个三 如果点到自己的作品 可以敲一个三 主要呢 如果是画这种鸟的话 主要是形 画法 包括位置 都没问题 主要是形 那个形 这一块 有一点点多了 应该少一点点 比如说 应该是从这下来是吧 应该是到这 对不对 对吧 你这边多出去一截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要多注意这个形 多注重这个形 鸟类 动物类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形上 形一准 这些东西就都准了 在不在直播间 然后形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用铅笔 微微的起一个大致的稿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班级里面 有没有同学是画动物的 看一下我们班级里面 同学画的动物 画的动物的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山水 这个是鸡 鸡的这个形是非常标准的 母鸡的这个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标准 先要把这个形抓准 抓对 包括这个鹅也是 先要把形打对 所以形是非常重要的 鸟类的 在这 找一个鸟的 这个 就这一只 然后包括前面的这些鹅也是 这种鸟也是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形 去控制好 控制对 对 这些刚才 这些都是我们系统班级里面 同学的作业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让大家看一下 讲到的哪一些点 大家是要掌握的 掌握之后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就能了解得到 就能也看 也能看得到自己的一些差距 以及我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 我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对 这个是系统班的 学了两个多月 三个月 作业指导有将近半年 作业指导的时间 有上课时间的一倍 都是学生化的 都是学员化的 这个就是梅画 这个是谁的 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敲一个三 这一幅的话 主要是梅画的章法和布局 当然可能这里 大家可能没有学得到 没有学这个章法 章法这一个应该是比较难的 这个可能 咱们这一个呢 班级应该是学不到 咱们是在系统班级会讲到 平平淡淡是吧 是谁的 静静的 是谁的 可以敲一个三 在在在在 主要是一个章法 就是多的地方 你可以多画一些 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平均了 对不对 你看这边也是三朵 这边也三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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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个地方 都是这么几朵 就显得这个画面 有一点点散 是不是有点散 这里一点红 那里一点红 我们可以把拢一拢 这边画个五六度 就很密集的红 那这边呢 隔开一点 所以重点在章法上 在章法布局上 其他的 你把章法布局改正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你会上升一个大的台阶 好 锡 锡在不在直播间 我看一下我们班级里面 有没有 章法布局的 有没有这种 画的很 就是很多的这种 梅花很细碎的 有的话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锡在 葡萄的形非常棒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都很圆润 就是这样画的 点的果旗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果旗有点小 果旗还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颜色有一点点太接近了 就是每一颗与每一颗的颜色 之间有点太接近了 可以来一些区别 甚至是颜色的变化 也可以来一些区别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群里有没有 有没有大家的作业 有没有这样的类型可以供大家参考的 看一下作品多一点的同学 看到葡萄 这个葡萄它有可能是颜色有很多变化 有很多变化 没关系 大家大胆的去尝试 这一幅是按照我临摸的这一幅画的 颜色可以有多一点的变化 这样会区分的开一些 显得也会有意思一些 这个是有方的 我们再往后看看还有没有葡萄 这个葡萄 是不是颜色是不是很丰富 但是又不会显得很跳很扎眼 是不是感觉很和谐的颜色丰富 有偏紫一点有偏红一点的 没有说是很突兀吧 是不是整体是在紫葡萄 这个色阶的范围内 范围内当中还有一些偏蓝的 有一些偏红的 这就是细微的变化 刚刚你讲的 齐白石老先生画的那些 是不是细微的变化 这种也是细微的变化 我们要控制的话 就控制这一种 你看 有没有深一点的 浅一点的 我们对比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只是一个颜色 它这边的颜色很漂亮 很透 有深一点有浅一点的 果极稍微大一些 对不对 是不是很明显感受到 叶子放松化 这就是很 就是这种差别 其实差别是比较大 可能没技术的同学 可能感受的不太出来 这个左边这种一看 就是很系统 或者是很正规的这种画法 就是每一个能远观 也可以细细的把玩的这种 很多东西都讲究到了 而且有输有密 密的地方很密 舒暖的地方稍微隔开一些 这边的输密还要加强一些 可能大家只看到了通透 还有没有看到输密 而且看一下藤腕 咱们班级里面的同学的藤腕画的 是不是很放松 所以藤腕也要练 练得怎么样 放松一点 然后呢 注意藤腕的粗细变化 你看 由粗的慢慢的到细的 是吧 尖端越来越细 然后呢 再绕一些藤腕 在这里还 他还画了一个小昆虫 这种就是非常出彩的 这是有方的 你看 这小昆虫的水分控制的很好 是不是很棒 很有声 转过头来叮叮的看着你 这是咱们要去讲究的地方 包括这种鸟 你看鸟 形很准 形是第一步 它这里 每一个步骤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呢 一起跟大家做一做对比 然后包括之后的方向 这个是兰花 在不在 这位同学 百合花 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敲一个三 或者敲一个四 让我看一看 画兰花呢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对比 就是深浅的对比 现在呢 就是叶子不够深 叶子再画深一点点 花瓣再画浅一点点 就行 先把深浅的对比 我们找问题的话 像我看作业找问题的话 先从大的问题开始着手 先不会讲那些很细节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细的方式 细的画法 在上课的时候 教过大家 所以大家先吸收 先看画面上最大的问题 一定要把最大的问题解决掉 你才不会茫然 这条路才能走得直 走得远 如果一开始就揪着细节的话 很容易会陷入到钻牛角尖的这种情况 出勤在不在 浇的是一张叶子 没问题 叶子基本的这种形态 要注意的就是区分 就是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掌握 区分有哪一些呢 这个是宽的叶子 对不对 出勤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可以敲一个数字 这个是宽的叶子 宽的叶子的勾筋应该怎么勾 正常的叶子勾筋怎么勾 窄一点的叶子的勾筋怎么勾 区别不大 区别应该再拉大一点 这是在课上讲的 在这一节课上 讲叶子这节课上讲的 就区别不大 勾筋的线条 勾筋的线条的角度区别不大 理解不了 因为之前的课程有没有听 之前的理论 之前的课程如果没听的话 到这一步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颜色的话也是对 微微的有一点点就是太纯了 就是可以来一点点变化 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勾筋的区别 叶子的重点就在筋这一块 这个竹竿很棒 这浮水水是水水的 水水在不在直播间 这个很棒 竹竿非常棒 竹节竹节单独练习的也很顺畅 然后画在画面当中来就有点手抖了 你还是不是中间抖了好几下 不要紧张 很棒很棒 继续加油 就是这样练习 按照这样的课程 按照这样的节奏 按照点评的这样去修改 去练习就可以 好 接着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在不在直播间 在直播间的话 敲一个数字 或者是刷一朵鲜花都行 问题就是碎笔太多 第一个是行 第二个是碎笔太多 这一种就是对形状没有把控好 先用铅笔 可以淡淡的勾一个形 水水在是吧 水水很棒 继续加油 水水的天赋很棒 就是你这种控水和运笔是很棒的 很优秀的 这是已经很优秀了 你教竹干的这一个作业 你的吸收能力是非常强的 点就在哪里 你在这个足节这里就紧张了 对吧 你看足节是不是抖了一点 非常棒 吸收的 你这个要是 这要是在咱们系统班 经过这种专业学习的话 进步是非常大的 接着是 加油加油继续练 古兰在不在直播间 流水在是吧 流水 流水刚刚讲的 主要就是这个行的问题 还有呢 不着急 现在我发现呢 就是还会有一个控水的问题 这种水分的控制 所以从这些看呢 就是基本 基本的线啊 基本的水 所以这块不着急 并不一定说是非得赶着课程的节奏 不一定 我们哪里有问题 如果把那个问题解决掉了 我们其实是 进步是非常快的 一下子就能赶上来 不要 大家不要都一直去追着课程的节奏 基础打没打扎实 这才是我们自己要考虑的 好 古兰的 古兰在直播间嘛 在的话可以刷一朵小鲜花 高尚流水 不要着急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 随时找我们 不要着急 然后把基本功解决掉 基本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接着是古兰 古兰的话 姿态没问题 大小啊 然后颜色的渐变啊 都没问题 稍微注意一点点的 就是这个钩筋 钩筋的这个 花蕊 花蕊的勾线 花蕊的勾线 有一点点短 可以稍微长一点点 所以放开一点点 而且呢 一根线条都是一样的粗细 可以来一点点变化 这种画法呢 可能在工笔啊 在墨谷当中 可以就是这样 画的很细 每个点都点到这个锐上 在写意当中 可以放一点 由此可以看出呢 不够大胆 画的时候 在写意就是要大胆画 不要画的太拘谨 虽然画法没问题 你看颜色很漂亮 颜色的渐变也表现出来了 包括形态 为了往后 能更好的进步 或者是这个路子宽广一些 那就要大胆起来 因为我能看出来 不够大胆 用笔 这些都不够大胆 大胆起来就好了 寒江孤影 寒江孤影在不在 寒江孤影呢 也是同样的 不要着急 寒江孤影在的话 可以刷一朵小鲜花 现在就是太着急了 因为前面的一些基础 没有打好 首先是一个控水 还有一个呢 就是控笔 水分呢 你看这有些多 有一些少 就什么时候我要少一点 什么时候我要多一点 这一些再要去多练 多去感受 多去想一想 第二个呢 就是用的笔触太多了 画这种鸟不一定要扫这么多笔 要大胆的一笔 就把它这个形啊 或者是这一点概括出来 相信我们刚才看的那些 看的那些大师的作品 然后我们看一下 班级里面有没有作品 其实用的笔触它不多 它可能就这么几笔 你看这一块尾巴 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五笔就扫出来了 你看这一笔一笔都很大 很概念 要去概念 概括出来 我们再看一看 有没有同学们有这样的作业 这是鸟类 首先形要准 然后呢 用笔要肯定 要概念 先打基础 先把基础打牢固 不要着急 太急了 太急了 就开始画鸟 不要这么着急 基础打牢固之后 会走的 或者是 其实进步是更快的 是一种更快的学习方式 所以不要求 不要求你现在去用铅笔 用铅笔打形 现在不这样 现在不画鸟 现在要掌控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水分 就是再去前面掌控水分 第二个呢 就是运笔 各种运笔啊 中锋侧锋 运笔的这种方式 加油 没问题的 能练出来 相信 相信我们 要练出来 很容易的 问题 越大的 其实反而越好 为什么 只有暴露问题 我们才知道 我们 就是要往哪方面去改 如果反而 这个问题很隐晦 问题很隐晦的话 可能觉得自己画得很棒 那种就 那种同学的话 可能就很难改 你看这鸟的形态 就是随意的 到时候做对比的话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接着往下 寒露问题 现在就是不着急 千万不能着急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行云流水 这个同学在直播间吗 现在是应该是零基础吧 心云流水在的话可以刷一朵鲜花 因为我感觉第一个你的材料就用的不对 这个纸 那个纸肯定不是深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用笔 就是对笔的这个掌控中锋侧锋这一块 包括线条的花瓣的粗细变化 这一块都是 现在这种情况是处于什么情况呢 可能我讲的值 大家就是 其实我可以平常呢 我可能讲的不那个 我确实看到大家犯的这种错误啊 一定要直接的点 点评出来 这样才其实是为了大家好 如果每一次我点评作业啊 或者是看的时候都觉得 哎呀这个好 这个好 或者怎么怎么样 如果是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反而对大家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说的会直接一些 就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去改 所以大家一定把今天的这个话 你想人人都喜欢听好话 对不对 那我来做这个恶人 其实最终的目的 其实还是为大家好 你看我平白无故的去 就是去直接说这么直接干嘛 去得罪你干嘛 是不是 那我还不如就是 好好的捧着大家呢 对不对 这正是因为想让大家进一步 心运流水的话 现在不要画了 不要画了 就是不要再画 就是按照去 按照网上的视频上的这些画了 应该怎么样 你现在应该就是要打基础 从哪里开始打基础 从材料开始 还不是从控水控墨 这还不行 你得从材料开始了 就真的是零基础入门 说不定还得从卧币的姿势 到时候还得看看你卧币的姿势 你要先得从这个开始 最最最最最零基础的开始 你现在如果再练下去 你的手就会画坏掉 你手就会不自觉的就在抄 抄这个颜色 看到这个颜色就直接往上怼 看到这个线就直接不管粗细 不管节奏 不管浓淡深浅 就直接往上画 这个就不好 千万不要再画了 这个其实就是太乱了 你这个是在网上就直接照着画的吧 深圈确实是很是难 但是呢 他对入门是必须要用深圈的 一定要注意 现在这 现在你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是很严重的 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盲目的乱练了 再练下去 不但没有益处还有坏处 就导致你不会去思考 不会去想 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好不好 所以零基础的同学 最好是一开始就系统的专业的学 要不然很容易养成错误的习惯 倒是说你学个好几年 你在网上学个好几年 或者是在哪里学好几年 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甚至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你看平常 是吧 我要说这么严厉 大家可能说 哎呀早就走了 你这个老是 哎呀不行 太伤我的心了 只有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有真正的进步 有时候要下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红 红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可以 刷一朵小发发 幸运流水是吧 找不到合适的教程 现在可以跟着我们优化的这个 科学 或者是直接在系统搬学 我建议你 像邻居同学 我建议的话 咱们的这个 我建议你 既不要跟着我网上的短视频学 也可以不跟着咱们集训的群里学 直接系统的学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你接触到的就是专业的系统的这种绘画的思维和逻辑 这对你往后的收益是很大的 你如果是真的确定想学的话 我是真的直接我平常可能不会去直接说我们有什么班啊或者是做这种 跟大家讲你非得你学习 非得你来我这里报名学系统 但是你这种情况 我可以这么说 你直接来我的系统搬学 要不然很容易带歪 而且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对不同的 确实不同的这种 不同的这种程度 不同的环境 是有不同的这种要求 有一些同学 你随意都行 你有一些同学 我就是说 你去多做对比 你跟其他的老师 跟其他的机构 选择你喜欢的 但是有一些同学呢 我就知道 你必须得在这儿学 因为我知道 我在这里教的东西 能很好地帮助到你哪一些点 至于看不看 就是到时候大家看 接受不接受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这个无所谓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红的这一副 系统班的话 如果是你想 就是打个基础 从零技术开始的话 学个花鸟的话 三个月足够了 三个月的学习 两三个月的学习时间 半年的指导时间 完全是够的 你像这些同学 这些同学都是 这个系统班的 花鸟的 你看 都是这几个月 两三个月 然后再加上半年的指导 你看这些都是 是不是完全够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种一年的 我们有那种 年课制 有一年两年的 那种感觉 学出来又不一样 静静学完一起了 是吗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是红的 红的这一副 红在不在直播间 我刚刚没看到 没看到 刷鲜花或者是敲衣 这一副呢 现在的这种感觉呢 叶子的 包括花的 问题不大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现在急需要解决的 而且解决了之后 会上升一个档次的问题 就是根部 大家看一下 根部的这个线条 都是很短很粗的 很大的 根部的线条应该怎么样 应该细一点 而且有重叠 有疏密 再回看一下那节课 有重叠 有疏密 细一点 主要是把这个解决 你看你这个花就 只要我把这个根部挡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幅画可以了 是不是 敲一 大家如果是觉得 这种感觉可以了 就可以敲一个一 是不是把根部挡住 这幅画 不错 可以过了 对吧 还有意思 有粗细变化 有这种运笔 笔墨感 然后有疏密 然后这个花也 正好画的这个位置 也很漂亮 是不是很棒 好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把根部一加 就在这 这个 这个点就在这 在根部这一块 好 这是红的 是不是把这个根部一挡 你看立马不一样 把这根部不画 气质感就立马不一样 下面这幅也是一样的 你看把根部一挡 这个气质感就明显不一样 你看根部一出来 根部就是 都是同样的粗细 同样的长短 都是很短的这种 要有长短 要有粗细 要有重叠 把这些加入进去 对 根部也且不能这么歧视的 你看 大家就都知道 就是上课的时候 认真听讲了 非常棒 好 我们接着看 蝴蝶兰 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 敲一个 刷一朵鲜花 敲一个三 一个四都行 就是区别一下 刚刚的敲一的同学 蝴蝶兰好像是两张 都是一样的 加了质感 蝴蝶兰在不在 现在同样也是 就是一个重点的要求 不要 不要再往后画了 不要再画了 从哪里开始 水分控制的可以 你要了解自己 哪里控制的可以 哪里需要 就是需要去练习 水分控制的没问题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一幅 水分没有很阴开 对不对 干的 枯的 都掌握得很到位 这鸟的这种各种用笔 都很清晰 对吧 问题就在哪里 问题就在它的粗细 就在它的线条的运笔 梅花的花蕊的粗细 然后画的可能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没有讲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张法布局 然后这些就难一些 这些可能在这个集训当中 可能就学不到 学不到了 这个因为张法这个东西 不是现在咱们这一节 这几节课学完 就能教大家的 需要我们 就是结合着 鉴赏课 结合着我们的这种基础 然后再去结合着作品 去看 去讨论 去学习 水分没问题 主要是线条 第二个呢 就是形 现在形 就是偏差的有点大 左上角这一只还好 右边这两只 形的偏差有点大 然后画的时候 感觉很 很急呀 你看这个 撒撒撒撒那么长 其实那个尾巴 这画的很短 我画的时候呢 画的是很短 要静下心来画 画这个鸟的时候 一定要静心 好 接着是花开富贵的 花开富贵在不在 在不在直播间 是有三幅 我们看一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 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敲一个花 或者是敲一个 其他的数字 画开富贵在不在 有三幅 大家觉得画的怎么样 再试吧 大家感觉一下 感受一下 我就直接说了 很多人 或者是 邻居的同学 或者是没怎么了解过的同学 花开富贵 它是感觉是有一点基础 是吧 可能感觉还挺好看的 花开富贵有基础吗 有学功吗 感谢鱼的认可 于是荷花 就放弃了某个国画教育的课是吧 画了两节 然后怕手画坏 然后遇到了右画 很开心 于是已经 报名了吧 对 没有基本功 就开始画成品 那不是 开玩笑吗 对吧 在其他的地方 系统学过是吧 有很严重的问题 问题很大 其实大家可能感觉出来不大 其实他的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是他还曾经系统的学 学过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 看一下用的这个纸是什么纸 是不是生鲜 大家看一下用的这个纸是什么纸 一定要用什么纸啊 生鲜纸 为什么就是 其他的 不管是老师也好 谁也好 如果说入门 让大家用熟 宣纸 或者半生熟 太坏了 就是完全是为了 我感觉就是挣钱 就太坏了 为什么 因为熟 宣纸和半生熟 很容易出效果 一下子就会让你感觉 哎呀 我这幅画画出来了 因为颜色往上一摆 是吧 颜色就出来了 形状呢 可以甜甜补补的 不像生鲜一样 不能填补 如果你系统学了连生鲜都没用 都不知道控水控墨的话 那请问你学了是什么 就是去照抄颜色 还是抄形 还是还是干啥 有没有学到控制水分 有没有学到控制用笔 这个用笔也是的 你看没有粗细的变化 也很抖动 这个如果是 你讲到如果是系统学 这个我就感觉 这个你学的那里 我就会对它有点老实 我就感觉有点生气了 这就是乱教嘛 这完全不能这样 这个就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你如果是系统还交了钱的话 就太浪费钱了 而且你现在 就是还得 你重新用生鲜纸 你还得改 你说不定就有了那种坏习惯了 颜色 这些很容易画出来的 颜色是很容易的 你到时候 你现在能调出来 用生鲜纸也没问题的 难点就在控笔和水分 这是国画的难点 半生熟的纸 如果那个老师让你入门 用半生熟的纸 他就是为了他的这种 你最后画出来的效果 完全不顾 你有没有学好 有没有学会国画 只是说为了让你 哎呀你画了一幅画 哎呀能画出来 就觉得很好 那样不行 这个方向就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颜色这一块 或者是你这个样子 这一块 你看包括这个用笔也没有 颜色和样子这一块 这个完全可以 你照着照片都行 你甚至都不用照着食物 你一笔笔勾都行嘛 颜色你调出来就行 这些都 这些不能称之为国画基础 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画基础的人 都能调出颜色 或者是都能勾出 照着抄一笔一笔填出来 用熟宣纸或者是半生熟 没有技术你可以画出来 但是没有技术人 不能用深宣纸画出来 他可以用熟宣纸 但是不能用深宣纸 这就是点的所在 可能交完之后还觉得 哎呀交了很多了 来得及来得及 来得及 因为你有什么 你毕竟还是有颜色的基础在 有颜色和形的这个基础在 但是呢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适应深宣 去改正前面的运笔 就是你可能比别的同学 可能要花的时间更多 但是你的形和颜色 是可以继续的学下去的 有这些知识可以继承 但是你要说系统学习 就是教你用熟宣和半生熟 那 那就是乱来了 接着看一下 橘子与橙子在不在直播间 因为呢 大家是零基础的话 就容易 容易 因为不知道国话到底要练什么 才是基础嘛 对不对 可能就容易被一些人带歪 带偏 所以我就说经常会告诉大家 要用深宣纸 应该练空水空墨 这样呢 才不会把手画坏 才能锻炼到我们的基本功 等我们基本功学会了之后 你再想画啥画啥 用啥纸 好的 很棒 控水很棒 你看 在我们这里 橘子与橙子 之前有学习过吗 有专业系统学习过吗 然后是在我们这个集训班 才开始这种 一解科一解科的 从基础开始打的是吧 是不是 正好在直播间 很棒 水分是不是控制的很棒 水分没问题 包括形也没问题 现在要注意的 就是你看葡萄的形也没问题 现在要注意的是啥呢 现在要注意的是一个疏密关系 一个疏密的对比 葡萄也画的很棒 包括这个形啊 包括它的这种颜色区分 这葡萄很棒 然后呢 可以把密集的地方 再密一些 现在呢 还是有一点点空 你看这一块 其实是很密集的 但是还稍微有点空 再稍微密集一点 就完美了这个葡萄 也是吸收的很棒 然后竹叶 单个的 字的呀 竹盖呀 这些都没问题 然后把组合的时候 也是注意一下疏密 现在就是隔的有点开 有些不敢画 有些不敢融合在一起 对吧 不敢密 所以会导致整体 没有密的话 它就会整体 就是一个平均的状态 密的地方要再密一下 就把这个疏密再加强 就没问题了 这个疏密呢 是在章法当中 或者是我们经常会讲的 这种对比当中 所以把这些再加强 会更上一个台阶 坑枪玫瑰在不在 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可以 敲一个1 是不是放不开 大胆的话 把疏密你拉开 没关系的 尝试一次 其他的没问题 其他吸收的很好 是吧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梅花 梅花这一块呢 线条的粗细要注意 线条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细度 就是同样的一个粗 前面花心术可以粗一点 往外带可以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花药 花药都点在了这个 花蕊上 点的时候错开一些 放松一些 也是 也是有点点拘谨 不要拘谨就可以 一定要多去尝试 多去试错 放松 放开的话 这样才是协议 知道输密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画 是吧 就是要把密的地方 多画一些 后面的 就感觉它更密 输的地方呢 就少 少画一些 更少一些 这样它的对比 就开了 就是把对比 拉强烈一些 书密的对比 这幅很棒 这幅形 也比较 转 然后这个稍微长了一点点 可以稍微短一点就行 主要就是刚刚梅花的那些 注意的点 没问题 这些进步很大 这种画出来 是不是感觉就 有那种专业的感觉了 或者有那种国画的意味了 意并了 是吧 就跟用其他的纸 或者是其他的表现形式 是不是不一样了 是不是非常棒 好 这个是明明的 明明的在不在直播间 明明的 这个名字好熟悉 是咱们的VIP吧 是咱们系统般的成员吧 你看这个很棒 你看这个水墨的控制 包括你看这些命笔 你看一转一下笔 扭一下带一下 有长短 有宽窄 然后呢 很润 很透 是不是跟刚才 我们分析那些大师的这种 是不是 这种感觉 或者这种讲究的点 都讲究到了 是不是水分的深浅控制得很好 很透 然后包括这些洗衣运饼 这个很棒 这个没问题 是报过是吧 是学过是吧 那是老学员了 难怪没问题 你看这老学员画的是吧 就是 就是不一样 那个基本功啊 包括控水控墨呀 没得说啊 是不是 包括他们的这些互动啊 而且画得很放松 可以 很放松 很松动 很有灵气 好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 配 在直播间吗 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 敲朵鲜花 或者是打个数字 现在要注意的 就是重心 画鸡的这些课呢 详细的跟大家讲到重心 你看 右边的这只小鸡 感觉要往下掉了 站不稳了 他屁股会着地 他马上就会 以屁股坐下去 是不是 就是这个重心 如果是两腿着地 应该怎么样 重心在两脚之间 把这个腿还往后面挪一点点 或者角度不要这么斜 往后面画在这 这个角呢 这个角呢 画在这 是一前一后 这只角画在这 还有一只呢 画在这 他的角 他就会稳一些 还可以往后面 还可以往后面一点点 他的重心呢 是在 这个位置 你现在重心画在这个位置了 你的这个重心在这一边 太靠右了 今天也是零基础是吧 非常棒 刚刚那个鱼非常棒了 我们班级的同学都是零基础 都是从零开始的 第一个是重心 先把重心着对 就是两个角在什么位置 好不好 你就再看一下这个 这一颗的回方 先分析一下重心 重心很重要 尤其是小鸡啊 小鸭子啊 这些小动物 因为他 你重心不稳到 他很容易倒 包括跑起来 更难了 站着还容易一些 跑起来 他的重心又变化了 然后你的脚 还要有不同的姿态 去衬 去衬托他 或者是让他跑起来 对不对 水分很棒 你看毛茸茸的质感出来了 就水分用的很多 你看这个 这个叶子和这个身体 等它干了之后 再化身体 这个控制的很好 小嘴啊 眼睛啊 这个只要把脚 重心解决掉 这只鸡就毛茸茸的 感觉很可爱的 非常棒 包括这些 也是先解决 重心和爪子 重点在这 好的 十方在不在 看这个 是哪位同学的 在的话 也可以 敲个数字 或者是刷朵花 这个是自己学过吧 自学的吧 在网上 我看感觉就是像 也是 大家感觉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感觉怎么样 自学过的同学呢 或者在网上学过的同学呢 就是给 可能给灵基础啊 或者给其他人 没有学过国画的人的感觉 或者是 没有专业学过的话 可能感觉 哎呀 很好 或者是有感觉 大家感觉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还觉得挺好看 是吧 颜色也好啊 怎么样 但是有 也是一样的 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大 自学的话 它很容易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首先是这个颜色 颜色的对比 非常的强 哎 太强了 这个红和这个绿 每一个都是这个红和绿 深一点的红 浅一点的红 偏褶实一点 偏土黄一点 绿有很多种 墨绿色 浅绿色 嫩绿色 现在就是完全是 两个颜色在做对比 这是 这是画面当中 一打眼就看到 我没看细节 就是我粗略一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没有远近 远 远处的是不是应该虚一点 颜色淡一点 虚一点 过去一点 是吧 空间感 蜡烛 近处的呢 深一些 厚重一些 这是空间感 拉的不够开 这是粗略的一看 细节 勾的这些用线 你看 每一朵草 这里三朵草 一个草 两个草 三个草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三个草 这里一排数 这一排 这一排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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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长短 全部处理的一样的 一定不能这样 你看水痕 这个瀑布 是不是 这里是一个粗的 一个细的 这里一个粗的 一个细的 完全瀑布的 每一根线条的长短 来一些区分 包括粗细 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自学了将近一年 是吧 因为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给你发现这些问题 你无法得到修改 所以你把这些问题 一直带 一直带 一直往后带 你现在就是 你哪怕你现在再去 这样自学 或者再这样画的话 你不过是把这个画面 画的颜色越来越多 颜色越来越深 或者颜色越来越艳丽而已 但是你的这种 节奏感 空间感 这一些 然后包括运笔 有中锋 有侧锋 中锋和侧锋并用 然后看你这边的运笔 好像是 都是同一种方式 你看这个纹理 这个山的这个 山的这个纹理 都是这样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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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距离也是一样的 它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变化在里面的 也是不要再自己 不要再自己画了 千万不要再继续画了 哪怕你现在不画都是一种进步 真的 你不画都是一种进步了 再画手肯定就坏了 就 这个就是 这个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很严重的了 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应该是 就刚刚也有同学 就是也有这种问题 我让他不要画了 这个应该是 你的这个是最严重的了 再画就画坏了 可能现在就已经 已经是手 已经是控制不住的 这种画了 就已经 难了 要下重 重要 你的这个应该是要 很重很重的改了 已经有点油腻了 已经有点油了 你这真的是要下重要 我说的要重一些了 这幅万 万在不在 万CJ 万CJ在的话 可以 瞧一个数字 或者是刷一朵鲜花 应该也是跟 跟刚刚的同学 也是一样的 应该也是自学过吧 我能看出来 这个叶子 竹叶 是不是有感觉 是吧 竹竿 但是呢 问题就在 细节 你看 抖动 画了很多笔 有是有感觉 但是细节不够 就是没有专业的 一看就没有专业的去练习过 但是自己学过 也是跟刚刚一样的问题 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爪子的用笔 一根线 从上到下 它现在多来一点变化 多来一点变化 小竹子挺好的 是吧 那小竹子有点 就是有一点点磨蹭了 不够爽力 是吧 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学习 是比较爽力一些 稍微有点磨蹭 这个你看 我们现在点评就很专业了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 鸡的身上 用的颜色太浓 太重了 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几笔搞出来 不用反复的画这么多 这个就不太像写意了 可能是水粉 油画 这一种 国画 看来我们当时 那个大师的作品 是吧 能用最少的笔墨 去表现出来 是概念出来 是不是最好的 这个完全是颜色的堆积 我讲的重了 因为你们都是要下重药的 下猛药的 这个看上去不是国画了 只不过可能是用国画的颜料 再画水粉 水彩这些 网空在不在 这是 这是用毛笔画的 是吗 这个也 这个是用毛笔画的 板刻画 这个有点像雕板印刷画 这就是板刻画了 颜色多了 不是不好 要把它和谐统一的安排 然后不要去55的对半分 你一半红色 一半绿色 那不好看 你可以70%的某种颜色 30%的某种颜色 就是要有这种节奏 然后要和谐一下 你像刚刚的 刚刚讲那个友方的 友方的那个就很明显 是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群吗 看一下我们班级里面的同学的 就拿刚刚那个葡萄 有方的那个葡萄 颜色是要在一个层次当中 去寻求细微的变化 这才是有意思 而且它这个变化也很多 并不是说一定得 要很明显的区别 你看 看一下这个 对色调 要统一 看一下有放的那一副葡萄 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那副葡萄 这副葡萄 有偏蓝的有没有 有偏红的有没有 有偏蓝的偏冷的有没有 那是不是既有红的也有蓝的 有很多对比 那它显得花吗 它同样是在一个紫色的基调当中 颜色很微妙的变化 这才好看 变化很多 有深有浅 有偏红的 有偏蓝的 或者是还有偏其他的 这才是颜色多 我们讲的颜色多 并不是说 你要很强的对比的颜色多 那也不好看 刚才的那种才好看 对 在一个度当中 在和谐的这个度当中 你去安排 好 这个是文静 文静在不在直播间 文静的话 画得很放松 对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画作品了 大问题没有 吸收得很好 对 你看这种运笔就是很放松的是吧 那有没有感觉放松 再画作品 让它看作品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花苞有点太一样了 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然后在课堂当中讲过什么 画了花苞之后 就不能再画花了 花苞应该是画到顶端 所以这里不能画花苞 除非是你这里再生出来一根枝 再画花苞 其他的没问题 然后出作品 看看作品怎么样 作品的布局的安排 项目有在直播间吗 看到了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是讲到自己的时候 可以刷一个数字 或者刷一朵鲜花 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的 大家都是从邻居开始 都可以达到 每一节课跟着画 跟着练 跟着改 完全没问题 为什么就是可能大家担心自己坚持不下来 当你发现你自己一点一点有进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坚持下来了 正是因为你之前学习的方式方法不对 所以你会感觉 学得好难 好枯燥 就不想坚持下来了 如果你发现你每一天都有进步 每一幅画都有进步 你不单单是能坚持下来 你还每一天你不画 你都手痒 你会停不下来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项目的项目在的话 就可以敲一下 水分 是吧 水分有点多 现在这种竹子有什么质感 有毛茸茸的质感 你把这个质感画在画鸡 画鸭当中 画小鸡 画小鸭当中 很好呀 但是竹子它不能这样 竹子它应该表面很光滑的呀 轮廓很光滑的呀 所以是再练一下对水分的控制 不着急话 后面的打基础 把水分的控制画好 接着是小石头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纸 是不是生鲜 一定要用生鲜纸 前期画这种梅兰竹具 这些竹子的话 如果不是生鲜纸 其实说真的 我都不用点评 不用看你的控水 控墨 以及这种运笔 对不对了 为什么 你前面你就是要通过生鲜纸 练基础 你基础不练的话 你现在就是在抄形 抄结构 抄这些东西 所以纸 我一开始看到前面打基础的时候 你的纸如果不对的话 先等纸来了再画吧 所以就其他的点评没有意义 再是吧 小石头再是吧 我讲的重 讲的直接 因为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你再练下去 无非就是练的 就是招着抄 你什么都没有练到 就像刚刚 有些同学 就是虽然画的很 就是颜色很漂亮 但是什么都没有练到 这个 你这样的话 不管你是不是邻居 不管练多久 随时 其他同学 其他人 不是画国画的 没学过画画的 他也能这样画 等生鲜纸到了 等生鲜纸到了再画 什么 七千多 什么 我们还有七千多的 学习的 疯了 这么贵 太贵了吧 我们一期的价格才一千多 我们一期一千多的价格 看看我们是什么服务 看一下给大家 我们一年才两千多 我们每一天都有作业指导 除了节假日 每一天都有作业指导 就这个每一天有作业指导 给你指导半个月 已经就不止这个价格了 不止这么一千多 两千多这个价格了 你就完全已经是够够的 都不说你学的这些内容 包括你在群里 跟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来 就是找到这么多知心的人 因为我们可能学喜欢国画 可能这个小区 我们整个这个区都没有几个 但是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乐园 精神的家园 所以单单只是说 值得就已经完全很值得了 你看我们只要一千多 两千多 年课才两三千 天啊都震惊到我了 没有老师辅导是完全不行的 一定要一对一 一对一的给大家指导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包含什么呢 包含语音文字视频 全方位的指导 不单单是说文字的指导 有时候呢文字表达不清楚 一定要示范给你看 有时候可能要语音 有时候甚至是直播一下 像现在这样直播一下指导 各种方式综合的指导 还别说没有指导 没有指导那怎么进步 指导都要多种多样 才能画得好 好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随便进去的一个老师的点评指导 你看有这种对比的 是不是 就是点到某一个点 有时候文字是不是不好说 我必须得把箭头圈出来 太笨了 不会或者是零起初不会的话 我把每一个位置给你圈出来 告诉你这里应该怎么画 这里应该怎么改 好 然后呢 你看每一个位置都圈出来 然后有一些文字的 有一些语音的 还有一些是视频的 能听到声音吗 视频里面的 这是在视频当中 在教他怎么样去运笔 这是视频指导 你看 有文字 有图片 有对比截图 然后呢 有视频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全方位的指导 这样才指导的 好 你看这些 有很多 你看一进来看封面 看封面 看封面就是第一张图 就是这种 你看到处 每一个位置都给你标记清楚 过期了 你随时找我呀 也没问题的 过了这个指导的期限 找我都行 超一点 有优惠 今天还有一个优惠 没跟大家讲 就是今天还会抽奖 等会咱们还抽奖 等会咱们还有个抽奖 大家别离开 最近呢 有一个优惠 我们做了一个 双十一的活动优惠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咱们的助理老师 或者是KK老师 都行 都能了解到 或者是群主都行 第一个呢 有一个拼团的优惠 刚刚说 大家说 有没有就是几个人 一起报名的吗 第一个是拼团的 两人 两个人一起报名 在群里的话 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 就85折 三个人一起报名的话 就8折 你想想 那七千 你都能学好几年了 不是我说好几年 而且好几年当中 还是每一天 除了节假日 每一天有这一种指导 天哪 所以这也是我们成本 所在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服务 所在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是五人 五人成团的话 还有一个画材的盲盒 然后针对老学员的话 三人成团的话 有一个75折 因为咱们群体 正好还有老学员 老学员的话 三人的话是75折 然后老学员呢 还有一个单独的优惠 就是9块钱 可以买一个 20元的画材优惠券 和三张75折的 课程优惠券 但是呢 这个一周之后 就变成了29块钱 一周之内呢 是9块钱 当然你现在报名 你就成为了老学员 能懂不 不是说要之前报名的 你今天报名 你今天就是老学员了 是不是 我就可以花9块钱 买个20块钱的画材券 然后呢 还有三张75折的 课程优惠券 这些就咨询咱们 助理老师就行 这是咱们双11的活动 从应该是会 从20号开始 我们的优惠 或者是我们的活动的话 一般只做一年当中 只做两个 第一个呢 是可能在年末 就是双11这个阶段 做一个 还跟的是周年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一下 我们每一天这么指导的话 要消耗很多的人力 人力成本 我们必须要 请一些助理老师 每一天的跟大家指导 你想要拍一个视频 要拍一个语音 这样去给你知道 是不是要耗 这个老师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会限制人数 就是我们现在是 几个助理老师 几个老师 那我就只能招多少人 多了的话 我先不招 我先就 大家先不学 先别在我这里报名 等一会儿 等我把这个老师 我再招一个老师进来 把这个老师培养好了 他能视频的指导 能语音指导 能这样的文字指导 能对比指导了 我再来开放这个人数 再可以多加多少人 一切是以这个口碑为主 不是说招了人 招了大家进班 我再去招老师 我是先招老师 我这个班级招满了之后 我不招了 所以人数是有限制的 我招老师 招完老师 我老师因为老师 并不一定说是 每位老师都能培养的好 或者是正适合这个岗位 我要培养好了老师 我才来开放这个限额 三个人 三个人的话 就是招团的话 是八者 对 找任意一个助理老师都行 接着是小西的 小西这个名字也好熟 小西在不在直播间 小西好像也报名了吧 也是咱们的VIP吧 再的话可以刷一朵鲜花 或者是敲个数字 对 组团的话 大家可以在群里吆喝一下 在群里相互之间 问一问 有没有组团的同学 咱们现在已经有 七个群了 每个群是200人 带一个群 在群里找一下 小西在吗 在的话可以敲一个数字 对 鱼之前也报了 是的 鱼小西是不是 是不是报了 我感觉好像是 你的群里看到他了没 在VIP的群里 它是小什么四个点 然后一个锡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 粗细变化 就是靠近花心的时候 粗一点 然后再到外面的时候 细一点 主要是注意这个 其他的没问题 水分控制的很好 大小形状这些控制的很好 非常棒 好 许五菱 五菱在吧 我刚刚还看到了 对 在哪个老师那里都行 有同学说是在KK老师 有同学说是在小五老师 微微老师 都行 都行都行 五菱 五十是吧 叫五菱 是不是显得亲切一些 现在是 不着急 现在是 不够大胆 发现没有 就是用笔有点陡 而且很多小碎笔 用的纸不是生鲜纸吧 有点像半生熟呀 你看中间泛白点 是不是中间泛白点 没有这种水墨晕开的效果 等生鲜纸来来再画 一定要这样 真的一定要这样 是生鲜吗 你这个生鲜是吹了风 还是怎么的 你看好多种白点 这种生鲜纸是什么导致的呢 生鲜纸没有保存好 你放在风口了 就是它风一吹就不好用 不能被风吹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这个生鲜纸 也有一点点奇怪 我建议的话 现在不画 不画鸟 不画动物 先掌控水分 不用着急 你把前面的水分 掌控了之后 进步是非常快的 很明显的 一下子就能赶上来 不用着急 跟着这个课程 画到喜鹊了 画到鸟了 你就一直得跟着它 不用 韵笔很棒 通过你这个枝干的韵笔 我发现你用笔很潇洒 你看 顿笔 拉拉拉 然后这里顿一下 这里拉 这里顿一下 这里拉 然后这边顿一下 往上一挑 有粗有细 再有停顿 这个非常棒 从这个枝干 我能看出来 你的用笔很棒 是不是画这个枝干的时候 那个笔 很有韵味 是吧 韵了两笔 是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 现在重点就是控水 再控一下水 然后大胆的去用侧峰 扑笔 画叶子 画这些 再大胆的练一下 把前面再去练一下 好不好 这个枝干笔法非常棒 那中锋用笔 总用笔用到顶了 你看 不看这只鸟 你看这个枝干 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就是吸收到了 解决掉了 不换你 不着急 把前面的控水 弄一弄 好的 学不会 学不会 这个名字 学不会嘛 是吗 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 在的话 敲一个一 是故意的吧 只放久了 吹风 在的话 敲一个一 或者刷一朵鲜花 在 是本名吗 本名真的是这样吗 你是真的是 叫这个名字吗 是不是在逗我 故意的吧 是不是调皮 好羞耻呀 是不是调皮了你 非常棒 你看这个竹叶 这一幅非常棒 前面这一幅要注意 这个竹枝 怎么能弯成这样呢 你看 这太弯了 这个黑色的网名 我说是呢 就是又调皮了 这个细竹枝不能弯成这样 太弯了 这细的竹枝 其他的很棒 你看粗竹枝 竹节 这画得很好 叶子也很棒 这细竹枝太弯了 单根太弯了 这一幅非常棒 这一幅并比可以说老辣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用到了之前 我们键上的哪一些内容 有湿的有干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一笔湿的到干的 然后湿的到湿的 有干的有湿的 这个竹干 有干的有湿的 这个竹干又是湿一点润一点 有干的有湿的 有这种浅浅的淡淡的对比 你看这边又有枯笔 这边又有润的叶子 有润的叶子 有干的叶子 枯的叶子 然后韵笔很潇洒 这幅完美 这幅好好的保存着 这幅完美 这个是你这个阶段的一个纪念了 这非常棒 用笔很潇洒 这个就是太放了 美术专业是吧 对 你看这种感觉非常棒 那没问题 那学出学起国画来会更快一些 然后你把学国画的这种章法布局融合到其他的绘画当中 融合到素描当中 它就有那种虚实感 朦胧感 现在网上也是很火的 融合在水彩当中 融合在油画当中 更加有趣味 能提升其他绘画的这一些 各种这样审美的层次也好 章法布局也好 对 这张 急着交作业是吧 这张画的太快了 是的 其他的没问题 这幅很棒 然后这里就是小支 小支幅度太大了 这幅很好 多临摹名人大家的 找找这种感觉 就是要这么洒脱 潇洒 那你学起来就是事半功倍 也是 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 也是跟其他同学一样 我建议的话 你直接系统班学 不必要再跟着集训的课程了 没必要了 系统班学的话 会更加的速度会快一些 吸收的速度 学习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一些 而且一上来就是系统的话 也不会埋没了之前 学美术的这么一个前提 或者是前期的基础 你想要是如果是 本来是学美术的 然后你又学了一些 不系统 不太正式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反而其实会扰乱了 那前面的一些美术知识 反而会形成一个冲突 突兀 大写的浮躁 你画的过程当中 就要静下心来 回来的时候 刚刚讲 回来的时候先不着急画 先怎么样 整理整理纸 整理整理工具 让心平静下来 这个时候带着思想 带着想法 带着考虑 再去画 好不好 因为不同的人物会给 确实会给不一样的这种点子 因为 那样的话 对大家的好处是很直接的 好 接着雪山飞兔 雪山飞兔 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 可以刷一朵鲜花 或者敲一个 其他的数字 没啥问题 运营笔啊 包括根部 根部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穿插不要 穿插太多 你想 这一笔 穿了一根线条 两根线条 甚至是三根线条 穿插 线条太多了 一般就是穿插一根 穿插一根到两根 一般是一根 其他的没问题 雪山飞兔 一个名字 一个故事 在的话 可以 刷一朵鲜花 或者敲一个 数字 主要是注意花蕊 花蕊的粗细变化 靠近花心处的地方 粗一点 远离花心处的地方 稀一些 然后点蕊的时候 放松一些 其他的没太大问题 然后这个纸 为什么 隐隐的有点不对 这个纸 你看它旁边有一个 很深的圈 这是一种半生熟 或者是熟轩 半生熟这种感觉了 要么是用了半生熟 要么你就是颜料 是干了之后再用的 你不是用的 现挤的颜料 你可能是昨天的颜料 或者是上午的颜料 你等颜料干了 再用水泡开它 就会出现这种效果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用的纸不是声音选纸 就两种可能性 看看是哪一种 我看一下 可能是那个颜料 颜料的问题 这个可以拍一个视频 发给我具体看哪一些问题 你看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要拍视频反馈 有时候从画面上 还看不出那些细节的问题 一定要拍视频 各种结合着来 这样的作业指导 大家才能学会 才能进步 不是泛泛的跟大家 巴拉巴拉讲一讲 那样不行的 一定要有各种方式 手段去辅助 指导 鱼 鱼这是你的吗 鱼这是不是你的 不着急 这个是画的大画是吧 画的大画 尤其是大画 细节就要注意 每一朵画的 每一朵锐 都要有粗细变化 每一根线 都要有粗细变化 这个纸很漂亮 大画在画粗织的时候 就得这样狂放 但是收的地方 锐这些地方 你要收起来 这个就是节奏感 放的地方 放开了 你看这个支 是非常漂亮的 这边的这个支 我觉得非常漂亮 这种组合 你看 这个三角形 这种发支 鱼这是不是你的 细节地方 再细致一点就行 搭的没问题了 招财纳福 在不在 在的话可以刷一个鲜花 或者敲一个一 问题就是颜色太雷同了 现在你看叶子绿的 葡萄绿的 小鸡是黄绿色 整个都是偏这种黄绿色 把叶子 叶子可以用墨色 然后葡萄可以稍微的 偏一点点紫都行 把颜色区分开 现在颜色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太雷同 整个画面都有这种黄绿的感觉 我们稍事休息两三分钟 好不好 还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我看一下 还有一个文件夹 还有这么多同学 快了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先暂停一下 休息 好 咱们继续 对 等会会抽一个奖 给大家看一看抽什么 抽几个大的这种 给大家抽一个奖好不好 我把摄像头打开一下 摄像头不可用 换一个摄像头 换一个摄像头 抽三个这样大的书签 这种很大的 然后有两个做了书签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下 就是把这个脚打一个洞 带一个这些 这等会抽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继续 好 继续 好 继续 等会抽 抽到一定报名是吧 好的 好 这个是哪个同学的 在的话就 瞧一个1 或者是刷一个鲜花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可以做继续 这个就是水分太多了 这个竹杆 你看 全部清在一起了 空一下水 重点是这两个 这是练竹子的 前面是基础的 基础的话 竹节 主角注意 两端是粗的 两端重 中间是要慢慢的变细 然后呢 等这个竹干干了之后再画 要不然的话 你看会阴在一起 前面的话就是这一些 是先打基础 诶 这个CN 刚好像讲过 纸不对啊 入门的话一定纸要用对 这个是熟宣纸啊 不对不对 等 等深圈纸到了再画 对我记得刚刚讲过他一样 空笔没问题 现在就是 看空水啊 看这一些 你纸不对的话 没用 这个就很难 到时候你怕你就是练 把手给练坏掉 这位是谁 F放 在不在直播间 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敲一个E 哎 很棒 这一块 这个身上的水分有点多 有点毛绒绒的感觉了 小鸡小鸭的那种感觉 所以也是练习一下 就是 控墨 墨色的这种 控制 你看水分的话可以 花瓣的水分没有阴台对吧 墨色 墨色加水的控制 和 颜料加水 它又不一样 颜料加水呢 它就是会 水分 会扩散 颜料不会怎么扩散 但是墨色加水呢 墨色它也会微微的有点 扩散 所以用墨色的话 你如果不想要毛茸茸的质感的话 那你水分可以稍微少一点 其他的没问题 就是把这一块的水分要少一点点 就是扣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很棒 韵比很流畅 这个非常棒 吸收的很完美 再直播间是吧 非常棒 非常棒 点就在这 就是你这个 控墨的水分 要少一点 颜料的水分刚刚好 就是同等的水分 对于用颜料和用墨来说 不能一样 能懂不 这样的水分 控颜料的话 调颜料的话刚刚好 但是调墨的话不行 它会形成小鸡 龙毛的效果 小鸭子 龙毛的效果 它两个 它是有区分的 这是一个细节 尝试一下 其他的没问题很棒 很优秀 吸收的很好 学习这种效率就很高 这一位 Selina在不在直播间 好不好 放 可以 可以试一试 控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分 合适 Celina就是水分多了 还是控水 先控水 其他的这一些 其他的这一些 都不要着急往后 线条都不要着急往后 先练控水 现在水分太多了 银开 你看 从这里 银开到这儿 银开了有将近三分之一了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应该太多了 就是控水 鸟刚刚讲了吧 好像对 这边多了一点点 控水 主要是控水 这位同学 诶 刚刚讲了 对吧 看这个就是 纸嘛 纸不对嘛 然后这里话着急了 先把纸 先把纸用对 这个是半生数的纸吧 然后你看这个花蕊 画得太着急了 慢一点画 就稍微的从它的花心处 不要错乱 慢一点画 整体一点 就是不要着急 然后呢 把那个纸也改一下 前面的纸改一下就行 这个是纸和水分的问题了 我感觉 纸没问题了 后面 控水 水有点多 鸟都不着急画 先把基本弓打捞 你看基本弓打不牢的话 这个后面怎么画都画不出来 是吧 就怎么看怎么感觉奇怪和别扭 水分 水分很重要很重要 安南的安南在不在 安南的话 注意一下粗细 你看线条 这里游戏 又到粗了 所以等葡萄干了 再去画这种线条 勾金是最好的 这里是粗到细很棒 这里是从细到细 这里就 这里就撑不起 这个葡萄的重量来 就感觉这个葡萄太重了 然后呢 笔尖站的笼墨太深了 你看笔尖站的笼墨太深了 这导致对比太强烈了 微微有一点变化就行 哪一颗好一些呢 这一颗好一些 这颗就是深一点 浅一点点 是不是 好像这些变化一定要细微 就像那些名人大家的 你不能太明显 你看这个就太明显了 这个太深了 颜色再浅一点点 叶子不错 叶子画的挺好的 叶子的小枝不要画这么多 每一边大概是三根 有一边两根一根三根就行 不要画这么多 不要画到四根了 不要画这么多 这个就是颜料 颜料用的 看看是不是限极的 然后它导致笔痕很重嘛 你看这个就好一些 这两个葡萄 上面的葡萄好一些 感觉是限极的颜料 下面的葡萄感觉是干了的颜料 然后用水打湿了 它就有很强的这种 笔痕感 然后中间可以把它涂掉 不用留白 白色的痕迹太明显了 用限极的颜料用这种 把它整个涂掉 然后高光点一下 这个高光就留的好 这个很棒 我感觉应该80%是颜料的问题 如果不是颜料的问题的话 你就得拍个视频给我看了 就是看具体是什么问题 就这样咱们才会有进步 不要用干的的颜料 它笔痕会显得很重 画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行 这个是谁 安然 不着急不着急 先打基础 这个画的太快了 太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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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从基础开始 静下心来 一定要 沉沉的 颜料盘的话 颜料盘的话 可以一两天洗一次吧 那天天洗到不至于 一两天洗一次 然后你在画的时候 可以挤一点新颜料出来 再混着旧颜料用 不要直接只用旧颜料 那样你会有很明显的笔痕 这是实践 实践的一些区别 包括像素末也是一样的 素末的话它也是有很明显的笔痕 然后笔痕它有一个微微的一个小框框 一个黑色的小框框 这是咱们要讲究的 然后是控水 这里是因为水分太多了 导致阴在一起了 然后还有就是线条 线条的话要注意粗细 现在不要重复画 你画了两遍 一遍一遍淡的一遍深的 国画就是一遍带过 也是练基本功 控水和控线 这就是基本功 这是成成的 不着急 一定不要着急 基本功解决之后 其实一下子就能赶上来的 这个是持之以恒的 持之以恒的话 要注意的就是花蕊 花蕊带一点点弧度 不要画这么直 然后有一点点粗细变化就可以 花瓣可以再圆润一点 有点方 这个很好 这一朵很好 这一朵也可以 然后这里就是有点方了 太方了 然后这个隔的太开了 这个每个花瓣都撒开了一样 可以组团 组团的话也优惠 那也可以在群里组一下团 应该是组了团 好开心是组成了团 是吧 对正好可能群里有其他同学在报名 点的太多 盾比太多了 要放松 不要刻意去盾这么多 要放松一点 看这边的盾比 这里的点不要左右多点 点一边就行 其他的没问题 就是有一些盾比和点有点多 这双葡萄很好 这双葡萄如果想要更好 应该怎么样 颜色来一点点区别 就紫色当中带一点点蓝色 紫色当中就是像刚刚那个 友方VIP的一样 咱们系统办的那位同学一样 然后线条练一下 线条要连接在主干上 而且要有粗细变化 少了粗细变化 指指一痕 主要是练这个 也是练基础 这些都是基础的问题 这只小鸡很棒 风清云 风清云净 在不在直播间 哇 这小鸡画的非常棒 你看好可爱啊 毛茸茸的一团一团的 而且形态姿态很好 爪子也画得非常棒 这只小鸡完美 葡萄有点散 这个葡萄稍微好一点 葡萄呢还 密集的地方 还可以画得多一点点 微微的有点散 其他的没问题 非常棒 这只小鸡我太喜欢了 很劲道 这只小鸡可以单独的踩下来 风清云净的 竹子的话不要 就是每个角度都撒开 要朝一个方向 这个像五指了 不要这样 葡萄就是这样练习的 可以过了 小鸡很棒 鸟的话要注意 鸟要注意浓淡深浅 这个是用的 深鲜吗 感觉画了两层 不是用深鲜一样 不要涂这么多 尾巴可以 也有用小鸡的这种感觉 去画鸟 就是能用 刚才我们看大师的作品是吧 能用最少的笔画 画出来 那是最好的 西末如今 这样就概念了一些 直播结束了吗 大家还能看得到吗 帮我加一下时间 现在是不是直播结束了 大家还能看得到吗 能看的话 敲一个一 直接找助理老师就行 助理老师那边就是 会知道有几个人在组 能看得到是吧 好那我就不管了 可以看到那我就不管了 好那我就继续了 风轻云静的小鸡画的非常好 完美 然后其他的话也是要把一些细节的地方 再讲究到尾就更好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系统班的同学 或者专业学习过的同学 一看就能看出来 因为他们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每一个细节都讲究到了 既能远看 也能静静的欣赏 好现在是胡杨的 行没问题 用的笔太多了 就是要用简洁的 这个也没问题 要用简洁的笔画去概括出来 现在就感觉有点涂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不够熟练 不够大胆 包括枝干也是涂了两层 对五人的话 好像是有一个画材的盲盒吧 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去咨询咱们的 各位助理老师都行 KK老师也可以 都行 这个很棒 要稍微注意就是颜色有点 有一点点 有点太艳丽了 有点像桃花的那种粉红 再稳一稳 再稳一稳 稳一稳啊 鸟很棒 鸟的形态都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颜色不要太艳 太纯 嗯 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吧 不要用这个桃红 这个桃红的话 画梅花的话感觉有点点 要么就是拍照的时候 调了一下颜色 显得照片里面 好艳 领难的 好 接着是留言的 在直播间的话 大家可以 可以 说一下 或者是刷走鲜花 嗯 不着急 现在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 要练基本功 练什么呢 控水 现在有点抖动 控水和运笔速度 其他甚至都不着急话 这才是重点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基本功 控水 控笔 这些都不着急话 重点问题在这 在基本功这一块 基本功一定要多打 多扎 多扎实一点 太着急了 流星的 没问题 过了很放松 葡萄有点黑 葡萄 葡萄的墨再淡一点就行 你看其他的运笔很放松很潇洒 包括钩筋啊这些 吸收的很棒 就是太那个了 太黑了一点 你难的是吧 好 你的就是这个 这个感觉有点燕 其他的没问题 是不是拍照之后调颜色了 有点桃红的颜色 那梅花的颜色不要这么艳 是不是调了 有调吗 盲盒都有啥就是一些 嗯 化财吗 是化财 看是什么化财 那时候化财 会进行一些组合嘛 盲盒 盲盒就是惊喜嘛 没有调是吗 那是用的是桃红还是什么颜色 那颜色好 好艳 就太艳了 要么就是腌制加了很多水是吗 可以用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不用那么艳 流转的 流转 流转在不在直播间 流转稍微注意一下花蕊 不要画这么多 花蕊太多了 少画一点 然后粗一点 注意粗细就可以 然后点的这些花药呢 不用每一个花蕊上面点一个点 要有大小的区别 这个再回去看一下 再反过头看一下这节课就行了 然后控水 鸟的话暂时可以不着急画 鸟的话主要是控水和形要准 这个纸不像生鲜呀 发的这些毛 看一下纸是不是生鲜 不是生鲜的话就很难了 画都不用再画了 要等生鲜来再画 这个感觉像是生鲜一些 要看浸不浸 阴不阴 先把纸 看对 接着是暖阳 也是大家画画画蕊的时候 好细致呀 放松大胆的画 哪样大胆的画 画的好精致 不用这么精致 大胆的画 这里可以画精致一点 你都从这一根线中心处散发出来 你看这里有 这里搓到中心间里面了 就会感觉有点乱 你看搓进来了 不要搓进来 就顺着它的边画 其他都没问题 这个还挺细致 挺好看的 就是画蘑菇 工笔就这样很漂亮 也没问题 协议 这里稍微有点乱 这个好 这个可以 然后点蕊的话可以大一点点 点蕊的颜色可以深一点点 大一点点 点蕊有点 画药 画药有点小 然后这样画也可以 粗一点也可以 都没关系 嗯 头这一块可以深一点 身上可以浅一点 这里浅一点 翅膀 翅肩再深一点 尾巴长一点 然后这一块散出来的散毛 太干了 散出来的这枯毛 湿润一点点 这是对水分的一个控制 再练习一下控水 然后深浅再注意一下 就行 其他的没问题 这尾巴长一点点 这块就是控水没控好 好的 这是暖阳的 没有一些大问题 主要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细节上面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要注意掌控 这是我们专业学习要必备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到 才能组成一幅好画 而且还要好好的去搭配一下 这细节方面就是 一般都是专业的话 就是挑不出什么问题的 往底广也是练基本功 练前面的控水和运笔 主要就是控水 然后这行 行也看一下 不着急往后面 先反复的看前面的 也是不着急 把基础打扎实 猩猩盒 看一下猩猩盒 好的最后一位同学了 看完猩猩盒 我们就抽奖 好不好 支 这个小支画的有点直了 带一点C型 带点弧度 没有点评到有没有同学 有同学没有是吧 要看你没有没有发给助理老师 今天咱们这个呢 就是发给助理老师的 这两天没有在群里 直接交给助理老师 加好友的 文静的评论吗 我不记得了 我等会看一下给你 是吗 那就没有收集到 我们好像是在下午就没有收集了 没事不着急 到时候再发给老师 再单独的给大家点一下 好不好 到时候单独的语音给大家点一下 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视频都行 语音文字啊 讲得清楚的话 文字就讲清楚了 问题不大的话 问题大的话就得视频语音了 现在发给 现在发给 现在发给我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老师说现在发给我 现在可以加一下助理老师 发给助理老师的话 现在就发给我 竹干没问题 现在是谁 星星合的 竹干没问题很漂亮 竹节稍微注意一下 两端要粗一点 两端不够粗 竹干很漂亮 竹干很漂亮 很漂亮的 水分也控制得很好 群里已经点平了是吧 点平了那就可以了 这个竹干太漂亮了 竹节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这边就是 葡萄的颜色太淡了 葡萄颜色有深有浅最好 然后你看 这些质干要有粗有细 这里粗 这边细 不能中间粗 注意质干就行 好的 然后老师说现在发给我 那我再看一下 看一下还有哪些同学的 这是谁的 可以敲一个E 画的太小了 要再画大一点 然后呢 只看一下是不是生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么淡的笔触感 水分多 不浸开 有点像半生熟的感觉 这水分 你看水分都不浸开 左手 右手 这个是生鲜吗 还是半生熟 这个纸 有些同学的纸我都是 我看上去都很疑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大家买的生鲜纸 不是生鲜纸 但是可能你 大家就以为 老师我是生鲜 其实你的不是生鲜 真不是生鲜 要么就是生鲜纸 就是吹风了 或者是半生熟 放了很久 放成了一分熟 两分熟的那种生鲜 孕染的效果不太好 对 沁是吧 那就是这个沁染的效果不好 你看 其他的人家的沁染效果 或者是其他的沁染效果 我看刚刚有同学的 那种毛绒绒的 沁 是谁的 生鲜 嗯 这种呢 你看它是这种水分 它旁边是有点毛绒绒的感觉 对吧 这样就画小鸡 这些就能画出来 嗯 你的这个沁 它不是毛绒绒的沁 你看 是扎手 它突然 突然扎一点出来 你看突然扎一点 突然扎一点 那就是这种沁 可能不对 写是写生鲜 但是不对 这个是谁的 不着急 现在就是 笔触用的太多了 而且全部注重于这个形了 没有大胆的用笔 一定要大胆的用笔 用最少的笔触画出来 这个反复有点 画的太多 而且深浅没有变化 应该是这一块浅一点 有深浅的变化 不着急 可以先念一下基础 然后是不是生鲜 用的浓膜 看不太出来 滴一滴水吧 也是你的是吧 难怪我说这个字 也看不太出来 这个没问题 这是谁的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这个香蕉 要注意啊 有点太一样了 你看 长短啊 这些角度啊 都太一样了 四条边 其他的没问题 开心是吧 开心没问题很放 这个很好 开心在直播间吗 这个效果很好 可以 还有木用 等着咱们助理老师发呢 那我们现在就把奖抽了 好不好 抽这三个书签啊 帮我提一下 真好 真好给你做苦力是吗 照着这个书签 抽这三个书签 然后抽三位同学 上面 看不到了 对 要求好高啊你 要整个都看到嘛 好 先抽 右边这个 怎么抽啊 右边这个 然后我截图 大家可以发 一句话 都行 随便打一句话 我说321 然后截一个图 最最最末尾的 最下面的这一位同学 现在是小唐部长胖 是吧 然后现在小唐部长胖 最后说的一句话 随便刷一句话 都行 或者是打一个优化教育啊 刷一刷1啊 鲜花都行 我说321就开始截图啊 大家可以先把字打好 现在不用发 现在把字打好 然后呢 我开始说321 然后我就截图 1就截图 先把字打好 先不用发 好看哦 3 2 1 截图 好 恭喜咱们的 薛不慧 哈哈哈哈 薛不慧 对 刚才还在说 那必须要学会啊 拿了这个奖 就是 中奖了必须要学会 大家看一下 那截图就不给你了 这是刚刚的截图 那截图 我最后一位同学是薛不慧的嘿嘿嘿 真好啊 好 这是这一个薛不慧 然后中间这一幅 中间这个大的书签 中间这幅 中间这个画的要长时间长一点吧 中间这一幅呢 它就有刚刚我们欣赏的水墨的趣味 你看有深的有浅的 有这种对比 然后有浅的有厚的 是不是这种墨感 它是纯水墨的 纯墨感的 味道又不一样 好 接着大家可以先打字 同样的 现在就开始拉拉拉了 拉拉拉 一一一感谢都行 然后幼化都行 或者是打山羊都行 瞧一点 瞧数字最好抽 可以先打着 先不要发 我数三二一的时候再发 不用听他的 一直敲一直敲 不要一直敲 一直敲 可以可以 中掌率高一点 敲一敲一 中掌率高一点 可以一直敲一吧 敲一吧 一快一些 或者是发表情 看哪一个快 我数三二一 好 三 如果是 如果是同一个人是最后一个 那就往上面一个 薛 薛不会 如果你还是你的话 那么就你的上面那一个 好不好 三 二 一 停 你看就是敲一好一些吧 辞之以恒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来我们再保存一下 辞之以恒学不会 辞之以恒学不会 你们都是 是吧 那再抽一个不要 不要辞之以恒就不会 好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刚刚的截图 那图呢 在下面 最后一个是辞之以恒 辞之以恒学的会 你这要不要再给他们提个字 送个字 就是这样可以的 这样是就是布局是最好的 再提字的话就会打乱掉 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还没做 这个等会还给大家就是这个还做一下 给你给如果抽中的话 还加一个这个碎子啊 然后这个打个洞 然后把边边角角处理一下 这得多大一本书才能夹得住啊 这个是观赏性的 这个很大啊 哈哈哈哈 大数钱 没什么国画书都大 对 对国画的书都大 画册都大 可以夹得住的 好接着我再数321了啊 3 2 1 停 恭喜 C XI XI 看得清不 C 迟迟以恨学不会习 哈哈哈哈 高兴 好的 那恭喜以上的三位同学 然后呢 我等会也不会把截图呢 发给咱们的朱莉老师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哈哈哈 你看我的发型都乱了 是不是不急 好的好的 拜拜 那我们就是 明天 明天见 看还有没有同学的作品 好我们就直接在群里点评就行了 这些作品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 很帅 再聊两句嘛 男的出个劲 哈哈哈哈 今天胡子都没挂 来挡住挡住挡住 这样真挡住 不行拿走了 哈哈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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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